最近几天,美国媒体爆出来一个大新闻,说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中打成了一些秘密的联系和协议。 这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波恩斯曾经做过驻俄罗斯大使,在乌克兰问题上非常的有影响力。 这个报道说,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监视俄罗斯的集结,在2021年的11月,也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前三个月,拜登就派波恩斯到了莫斯科,警告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任何袭击可能发生的后果。 普京并没有直接和波恩斯会面,冷落了波恩斯,但是最后,普京通过克里姆林宫的安全电话与波恩斯通了话。 美国拜登政府承诺,不会直接参与到战争当中去,也不会想着俄罗斯的政权更迭,也就是普京的地位不会因为战争而受到任何的威胁。 俄罗斯要限制对乌克兰的攻击,也就是俄罗斯只能在乌克兰境内进行军事行动,不能跨越到其他国界,比如说波兰,也不会攻击对方的领导层或者外交官,都要按照双方的秘密行动准则采取行动。 虽然这些都没有写在纸上,但是俄罗斯基本上尊重了这些安全红线,其实在美苏冷战期间,双方也保持着高层的对话,也就是不需要下面的这些某些人向上传递,而是最高领导人之间很直接的沟通。 美国是世界上情报信息做的应该是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也没有在战争前搞清楚俄罗斯的实际军事能力,因为这个比较难,任何国家的军事信息真真假假,很难具体到实际的细节。 即使知道有多少装甲和导弹,如果没有实战,也很难评估这些武器参与到战争中的破坏能力。 因此,在战争前,美国并不看好乌克兰,甚至认为乌克兰肯定在短时间之内就被俄罗斯全境占领。 但是中情局的情报错误地看待了乌克兰的战斗能力,因为俄罗斯并没有全部占领乌克兰,反而从北部撤军了。 这样随着双方战争的转变,美国才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来维持其战斗能力。 在开始,并不同意提供更好,射程更远的武器给乌克兰,以防止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而引发战争的升级。 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游说,在乌克兰保证不用得到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领土的情况下,美国才统一提供更好的,射程更远的武器。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不同的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不一样的,其中英国和波兰是对乌克兰的支持最坚定的,而且愿意承受一定的风险。 其他的国家,甚至包括乌克兰的邻国,并不完全认同美国的想法,这些国家的人们不是都支持乌克兰的,他们不想和普行进行对抗。 那么美国的中清局呢,就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清局一直在乌克兰的境内开展大量的活动,向其他不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寻求帮助, 依此来分析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以便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处理俄伍之间的战争。 媒体报道还说,在俄乌战争中,美国一直用两种方式来支持乌克兰,一个就是公开的,在新闻上我们经常看到的,美国公开审明哪些武器在支持乌克兰。 另外一个就是秘密的,利用货船将所需的货物运送到比利时、荷兰、德国、博兰等国家的港口, 然后通过卡车、火车和空运将这些物资再运到乌克兰。 在这里特别声明的报道中说明,会有一支专门的商用飞机机队秘密地飞行与中欧和东欧,帮助乌克兰来运送武器。 当然了,这些都是在美国中清局的支持下进行的。 在东欧国家,不但有着广泛的俄罗斯的间谍,还有很多俄罗斯的同情者, 而且俄罗斯情报机构在乌克兰也有着非常的活跃程度, 甚至对北约国家也有着很深的渗透。 因此,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就起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中破解间谍活动,防止自己的运输通道被破坏。 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乌克兰得到的武器也越来越多, 乌克兰的反击也越来越硬。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就对乌克兰的支持发生了一些改变, 也就是美国害怕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想法控制不了, 从而加剧和俄罗斯的冲突。 也就非常的害怕乌克兰的反击会造成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误判, 从而造成席卷欧洲的大规模战争。 最后可能延续到造成普京使用核武器, 这个才是拜登政府最害怕的。 因此,美国中情局在欧洲的工作就更显得重要, 其中最终的当然就是启着稳定战争,不要产生核威胁。 在去年的11月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就在土耳其的情报总部会见了俄罗斯的有关情报官员, 并且发出了新的警告,说不要发生核威胁。 中情局他要稳定战争,那对各方面的情报就必须准确获取, 从而压制住战争的不稳定性。 比如,去年的11月份, 一枚导弹在距离乌克兰边界大约32公里的一个波兰的小镇坠落了, 那么这个小镇叫扑尔沃多夫, 当时引起了很多个国家间的外交冲突。 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俄罗斯发射的攻击导弹, 就是给波兰一个下马威, 让波兰不要插手俄乌战争。 北约宪章第五条说, 对一个国家的攻击, 当然这个国家是北约的国家, 那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那么如果这枚导弹是俄罗斯发射的话, 那么北约一定要对俄罗斯进行报复。 但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呢, 通过监测跟踪导弹发射的热信号, 知道了这枚导弹是乌克兰发射的, 并不是俄罗斯发射的。 这是一枚地堆空导弹, 它出现了故障, 坠落到了波兰的那个小镇的地方。 那么波安斯呢, 立刻把这个情报转发给了这个波兰总统, 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 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进一步的扳回一些局面, 甚至在一些战场占据了主动圈之后,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很难掌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想法, 甚至他们认为泽连斯基对一些军事行动都不一定知道。 去年9月26日的北溪管道遭到袭击, 倒击去年10月8日的对克驰海峡大桥的卡车炸弹袭, 乌克兰政府都失控否认与自己相关。 那么随着俄罗斯产生的报复, 乌克兰城市也遭到了多轮的俄罗斯的导弹袭击。 同样,美国的中情局对俄罗斯方面的具体反应也没有确切的掌握。 随着更多的乌克兰越过俄乌贬届发生的对俄罗斯的多起袭击, 甚至发生了几年5月3日, 利用无人机西级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事件, 美国中情局都没有提前掌握具体的相关情报。 那么这些事情总和看来, 泽连斯基好像违背了美国政府需要的稳定战争的承诺, 就是不要跨越界限到俄罗斯的领土。 那么美国呢, 好像现在并不真正的了解乌克兰现在的某些战争意图, 他就害怕乌克兰更多的激进行动。 那么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政府真正害怕的一定是俄罗斯是否发生核攻击。 美俄之间的冲突从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且双方都互相的限定了冲突的界限, 双方都不会让冲突发展到一个无法控制的界面上去, 而且现在换成了通过中间人来产生较量, 不再出现两国肢解的面对面。 看来乌克兰现在就起着某一方的中间人了, 那么俄乌战争到底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好像乌克兰方面就很难自己说了算了。 谢谢。 谢谢。 谢谢。